万万没想到中国有一天也会变成能源出口大国 众所周知,俄罗斯和乌克兰现在打得不可开交 欧洲那边为了制裁俄罗斯,又是踢出群僚,又是没收毛子海外资产 加上冬天过去了,能源极度依赖俄罗斯的欧洲也硬气 北极二号天然气管道说不用就不用 结果就是现在欧洲天然气价格暴涨 2022年3月初,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已经飙升到3300美元1000立方米 也就是3.3美元一立方米 要知道,我们国内的民用天然气价格也就34元人民币一立方米 欧洲那边都已经卖到21元一立方米 欧洲人均财富是比中国高两三倍 但这么贵的天然气价格,老百姓用着也肉痛啊 为了维持中欧自古以来的友谊 咱们决定出手相助 你没有天然气是吧,我手里有很多 友情价出售,帮助友邦度过艰难时期 欧洲有了天然气,中国赚到了钱,一举两得 那么问题来了,2019年咱们还闹天然气荒 现在哪来那么多天然气出口给欧洲呢? 老规矩,烦请各位观众老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作者点个免费的赞和关注,谢谢大家 可能有人第一时间就想到,中国手里头的天然气是毛子给的 毕竟之前,我们和俄罗斯达成协议要扩大天然气的贸易规模 可是欧洲制裁俄罗斯是不会要毛子产出的天然气 也就是说,我们出口给欧洲的天然气不是毛子的 那到底是谁的?大家还记不记得,2018年中美贸易战 老美要求我们购买他们的商品 经过两年多的磋商和谈判,中国和美国终于达成协议 当时我们与美国维吉液化天然气公司签署了为期20年 每年买入200万吨的长期协议 这个协议其实有点中国被迫签订的意思 因为我们早在2014年就和俄罗斯已经签署30年 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购买大单 不需要从美国购买 但为了战略利益,无奈之下才进口美国的天然气 从2022年开始,咱们又为了拉毛子一把 再度大量购买他们的天然气 美国那边签了协议,不能违约,所以只能继续买 这样一来,我们手里其实有很多天然气 而天然气这玩意儿不是越多越好 它一燃一爆不好保存,储存成本极高 手里天然气太多消化不了 本来是一个让我们相当头疼的局面 但有的时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 俄乌两兄弟掐架,欧洲制裁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 去买美国又远又贵的天然气 最终导致气价飙升 即便如此,欧洲的天然气缺口还是很大 毕竟他们约42%的天然气 来自俄罗斯 美国卖的天然气弥补不上 中国一看,哎嘿 赚钱的机会来了,就跑去跟欧洲商量 你缺天然气刚好我有 要不我把刚从美国买的天然气卖给你 有趣的是,美国当初卖给咱们的天然气价格 和现在卖给欧洲的价格差了大概十几倍 假设美国卖给中国是十块钱 那么卖给欧洲可能是150块 咱们就吃点亏 以120块的价格把进口的美国天然气转卖给欧洲 赚一点点差价 这事自然也瞒不住美国 2022年年初,美国媒体彭博社爆出 中国正在以巨额利润转售美国天然气给欧洲 更让美国抓狂的是 我们后来干脆都不中转了 毕竟卸货在装船也麻烦 3月中旬时,中国和欧洲签署协议高价出售三批美国夏季交付的天然气 到时直接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港口发货运往欧洲 美国还指出,中海油与中石化计划在2022年10月份之前 出口总计52船的液化天然气 加上不用我们亲自转运,能省了不少海运的油费 据称,中国卖一船美国的天然气给欧洲能赚10亿美元 算一算,咱们总共能赚450亿到520亿美元 不是很多,也就人民币3000多亿元而已 也难怪彭博社发文指责咱们时 用上趁火打劫和发战争财等字眼 可见老美已经有点气急败坏了 可是这些天然气是当初美国半商量半强迫咱们买的 协议也没规定不能转卖 两年前的美国又怎么会想得到 中国能拿着他们的天然气去赚钱呢 再说了,这归根结底还是老美自己在背后搞事导致的 他不撩拨乌克兰,洗脸输出俄罗斯 俄乌就不会打架 也就没有制裁俄罗斯能源一世 欧洲天然气的价格就不会飙升 倒下林宝 这部门 这部门 自由 不存心 甘 叫 栄4